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6日 今次就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4月3日的一則新聞 就是聯合國給了香港60日的限期 要求香港交代催淚劑成份台用法 但未獲福 事源是1月份有香港的團體向聯合國投訴 香港人權監察、公共衛生研究社和民權觀察 就是這一次的投訴者 大家都知道這三個機構都是支持 去年下半年的社會運動 他跟聯合國投訴之後 就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就是覺得很擔心 所以就要求香港出解釋 解釋什麼呢? 要求香港交代催淚劑體成份 每次施放催淚劑體之類 就會為受影響的人或者家庭或者機構 怎樣製造援助 高危地方怎樣使用 警方怎樣和什麼時候決定去使用 以及警方有沒有措施可以幫助 受到催淚劑體影響的人治療 有沒有指引去怎樣清潔 以及健康的建議 這幾點就要求回應 小弟就看完這則新聞 小弟在網上找了正式那封信出來 就是在日內瓦發出的 中間其實都說得很清楚 來龍去脈 其實都很老實說 明報這次令小弟有少少跌眼鏡 就是因為他竟然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所提出來最重要的問題 他竟然在這裡是隻字不提 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其實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看這封信 最尾這裡其實有要求港府解釋 第一點 相信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這是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要求港府提出 有沒有一些額外的資訊 可以讓人權理事會去考慮 他就有關上述的指控 作一個申辯的 但是呢 竟然明報對這一句 最重要的是 聯合國想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但是竟然明報這裡是完全沒有說到 他反而只會集中 在催淚劑的成份用法指引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會特別漏了最重要這一句 其實我看過了整篇文章 整封信 其實裡面甚至是把當時 那些投訴者所提供的資料 也有全部放上去的 就是把時間 香港警方到底用了多少出去的氣體 平均每天多少支 一天最多是多少支 然後呢 有說到多少香港人受影響 88%的香港人 哇 相當厲害 不知道你咬我沒有 還有呢 就是說 有很多社會團體和媒體 就說無差別地使用 催淚氣體和其他的化學劑 也都是說到一些個別的例子 例如幼稚園受影響 例如老人院受影響 例如在地鐵站內使用 例如是有醫護人員或者是一些記者 是受到影響 但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說政府不肯說出那個成份 也政府不肯教他們 怎樣去處理受影響的患者 那就說了一大堆事情 其實小弟看完之後 我覺得他們做這個申訴 是做得非常之聰明 因為他在整篇他們所提供的資料裡面 對香港發生的事 為什麼警方要用催淚氣體 是完全隻字不提 那麼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遠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他們對香港發生的事 可能只是片然隻魚在國際媒體裡聽回來 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怎樣去做出一個很合理的判斷呢 所以其實沒有了這一部分 最重要的所說的 到底就是警方 到底因為什麼理由 要使用這些催淚氣體 那既然是沒有這麼說的話 那自然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使用是完全不合理 非常聰明 可以這樣隱瞞了事實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當然了 人權理事會他們也不是傻的 所以他第一點已經是要求香港政府 是提供多一點資訊 去解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但是這件事在報章的報道上 是被忽視了的 那另外第二件事我覺得他很聰明的 就是他一直寫說有些老人家 有些小朋友受影響 有些記者受影響 甚至就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是直接覺得他被影響的人 是一些示威者 記者 人權主義者 以及一些社工 媒體 以及做人權工作的人 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他在這裏是漏了一種人 沒有寫下去 這一種人就是我們去年下半年 在街上 都一路見到 在街上 在電視的新聞上 都一路見到 是很多時候出現的 在街上扔汽油彈 燒垃圾 手上有磚頭 有木棍 有鐵枝的那幫暴徒 但竟然在這裏是隻字不提 他所謂的無差別 其實並沒有包括這幫暴徒在內 所以暴徒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是隱形的 自自然而他對港府的評價 就會傾向不公平 其實我們看回一封這樣的信 他最主要就是要求港府澄清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並不然之後就要求港府順帶解釋化學用品的資料 好了 但是一封這樣的信 由香港政府去作答 是否合情合理呢 其實小弟覺得不是的 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作為中國的一份子 在聯合國列席 所以聯合國的這些信件 正式來說都應該是通過中央那裏去作出回覆 其實整件事中央有沒有回應呢 書面的回應 有人說在網上還未見到有的 但是我相信就這件事件 其實中央是應該跟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是有溝通過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在三月份發生了一宗這樣的新聞 三月十號就是在南華早報的消息 就是說香港的副警務處長 那Oscar Quark 郭任樹先生 就是去到聯合國人權會議裡面 作證的 那他作證是作證什麼呢 就是有關去年下半年香港發生的事 那郭先生呢 就是提到去年下半年 其實香港呢 並不是迫害人的那個 香港其實是一個受害者 受害於什麼呢 就是長期不斷極度的暴力 反政府的示威 還有呢 已經是直捲了全城 那郭先生呢 也都在這裡提到 有很多在這個人權 人權理事會發給香港政府的封信裡面 說漏了的東西 就是包括呢 很多時候有汽油彈的襲擊 有引爆一些公眾地方引爆炸彈 還有呢 有廣傳的謠言 還有是連續幾個月的社會的不穩定 那所以呢 那郭先生呢 已經代表香港呢 是說了給聯合國知道 其實 當時警方呢 撕放催淚彈呢 其實只是回應回暴徒所作的暴行 那所以呢 這一方面呢 相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應該會已經知道了這個來龍去脈了 那其實呢 我們看回整封信呢 他們最主要想知道什麼呢 他們最主要擔心什麼呢 不是使用那些化學品 因為本身呢 使用這些叫做 非致命的化學物質 來控制暴亂 是在聯合國裡面得到認可的 真正不認可的呢 就是化學武器那些是拿命的 那其實呢 他只不過是擔心呢 就是 在這裡呢 就是他們寫的一段 裡面的第二行開始 他們擔心使用這些化學物品呢 就是用得 無差別 無需要 而且呢 是不合比例地使用 那呢 也都是擔心呢 這件事呢 使用這麼多 會不會是違反了國際 和香港對於使用武力的規條 那 所以其實這個呢 才是整封信的重點 要求香港政府解釋些什麼成份啊 什麼事後的應用啊 或者是護理方法啊 其實並非重點 最主要呢 是質疑是否合理合情地用 那到底是否合理合情呢 我們可以看看 聯合國其實呢 有一篇文章呢 是對於使用武力 甚至使用槍械呢 是有最基本的指引的 那麼執法人員在什麼情況下 使用武力 可以使用槍械呢 我們可以看看 在這個 基本上的 第三點 第四點 說得很明顯 很明白的了 那麼首先第一呢 就是 當使用這些 非致命性 是用來制服的武器 例如是 吹雷氣體這些 就一定是要經過 小心的衡量的 那麼我們也知道呢 其實去年一直發生那麼多 警方是一定要得到 上頭的批准 才可以施放催淚彈 那所以呢 其實這一件事 已經符合了第三 這一點的要求了 上頭一定是作出一個 正式的評估 才批准他們使用的 而 第四點呢 就是說到呢 當他們執行他們職務的時候呢 他們一定要使用 非暴力的方法先 然後呢 如果是真的 非暴力的方法完全不可以 或者是無效去控制場面的話呢 才使用武力 甚至是使用槍械的 那其實在這裡呢 就想給大家看一幅相片 相信大家呢 去年 在電視的新聞直播 都會看到很多這個牌的了 警方有沒有先嘗試用非暴力的方法去驅散示威者呢 是絕對有的 用大聲鼓呼籲 用一個牌 用一個這樣的牌 去指引他們離開 也都對將會使用的武力呢 是已經事前作出警告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就是連第四點都符合了 那所以呢 經過上次的解釋之後呢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呢 跟著下去會不會再有跟進這件事件呢 小弟暫時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神仙 暫時未見到有最新的消息出來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呢 事實上也都可以看到 一個這樣的控訴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呢 是作出一個最公正的 最公正的態度呢 就是要求另外一方解釋 就不是只是聽一邊講的 而且呢 也都看到呢 他們是接受了香港的副警務署長 是去到他們的會議裡面呢 去作出一個公正 所以呢 也都是因為這樣呢 就可以令國際間呢 真真正正知道呢 香港是發生著什麼事 還有香港到底是不是 確實使用了過分的武力 去驅散在香港 進行暴亂 或者是進行暴力示威的一班人 又看回這麼多資訊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其實香港的媒體呢 很多時候呢 對整件事情的報導 並不是十分全面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都好像小弟開了這個頻道 最主要是想 鼓勵大家 多多找各方面的資料 尤其是官方的資料 自己作出一個理性的分析 才好作出一個定案 才好給自己一個答案 那麼這個呢 就是小弟開這個頻道的目的 亦都希望大家呢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的 那麼今次的分享呢 暫時到這個為止 那麼小弟呢 如果再有 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話題 會再錄另外一條片的 那麼呢 如果是有興趣參與小弟的討論的話呢 歡迎大家訂閱了一個免費的頻道 最重要是按了一個鈴鐺仔 當小弟有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馬上收到通知的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一次再談過 我們下集中的資料 大家有一個關鍵 我們下集中的資料 我們下集中的資料 都有一個最大的資料 20切金 通知的資料 我們下集中的資料